日前确诊武汉肺炎的酒店女公关 在经过多天的疫调之后 今天指挥中心又有新的结果 目前有关他的职场接触者 我们有调查到92位 那再加上他的家属有4位 还有其他的接触者 比如说是计程车司机就医接触者 还有饭店的清洁员总共有22位 所以刚刚那个三类加起来总共118位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已经裁剪了5位相关接触者 其中一位家属以及两位同事 检验结果都为音信 其余两人还在检验中 也还有4人等待检验 而这名女公关的确诊 更让指挥中心在日前宣布 只要有男女陪室 不论是酒店、舞厅或其他场所 都要立刻停业 让酒店、舞厅等相关行业大受影响 许多人顿时失去生计 希望政府能提供纾困办法 不过多数酒店、从业人员没有劳保 因此很难掌握相关行业的人数提供纾困 那这个产业其实人数 我想过去都很难去做统计的 不管是我们公告 强制它停业或是自主停业的部分 全国有将近快500间 497间 指挥中心也说 会将相关资料提供给劳动部 并会和社福单位共同讨论业的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